而白老會最常售音樂劇 歌劇魅影十一月 重裝登台一連演出二十二場 而十九號當天舉辦了星光首場 邀請到包括梁靜茹 蔡建牙等藝人 一起到小巨蛋 來回味這一齣經典歌劇 一席黑色洋裝配上造型帽 藝人Lulu為了經典歌舞劇 歌劇魅影在台灣表演 是特地盛裝出席 甚至還做了功課 要把最好的回憶留下 小時候是看DVD 沒想到現在要真人演出在眼前 所以就很期待 所以歌也先變好了 他中間會唱那個 就覺得很期待 四度來台演出的歌劇魅影 今年是在疫情期間 台灣唯一可以演出的國家 除了影迷期待之外 不少藝人朋友也特地前來欣賞 我第三次看歌劇魅影 對 因為之前兩次他們來台灣 我都有看過 但是每一次呢 還是想要再回味一下 那這一次呢 我覺得也很難得 因為呢 這一次他們來台灣之前 先防疫了14天才表演 所以呢 我覺得呢 大家都抱持一個很興奮的心情 而且聽說全世界只有台灣能夠演 所以我覺得這是台灣這是很驕傲的 巡演超過三四年的歌劇魅影 堪稱最長壽的音樂劇 為了這一次在台灣的演出 光是道具設備就超過了20個貨櫃 要以最奢華的戲劇饗宴 與台灣觀眾分享 記者綜合報導 小明星省 小明星 婚 耶